要令單位有簡潔整齊的感覺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想到要減少雜物 多用純色裝飾等等 不過對於室內設計師來說 可以用的手法就更多 就像今集我們介紹的單位 設計師就透過善用收納櫃 妥當安排硬件擺位 以及重新劃分佈局 幾種手法去增加單位簡潔整齊的感覺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次的單位 護主一家四口連工人居住 實用面積大約1600平方尺 他們的設計要求很簡單 就是要簡潔、整齊和感覺寬落 單位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設計師Clifton不希望第一眼 就讓人覺得單位很多貴 看上去很壓迫和集亂 所以儘量避免把高櫃放在當人位置 這間屋第一個印象 你會看到很鮮艷 所有高櫃都在背後 你看到的東西全都是矮的櫃 還有是藝術 有一個很藝術的感覺 而且很舒服 因為有很多自然光 你也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廚房 有空間,有研究,有住宅 有一個很活動的空間 設計師也利用這組灰色高身櫃 整理收納空間 令居家環境乾淨利落 其實所有櫃都在背後 而且這些櫃可以收納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有你不想看到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裡面 所以屋子可以很清潔 只放在顯示器 所有保存都在高櫃裡 而且是同一個顏色 我們做了一棵牆 用了一個淺灰色 製造了一個空間櫃 這個空間櫃其實背後就是一個櫃 當不同物品統一收納在櫃裡 加上客飯廳以擺放實用 和簡單的傢俬為主 就畫出給護主看書 和做瑜伽的空間 這個空間都挺充足 所以我們將在研究那邊 就把它放在一個大的位置 除了室裡之外,當它沒有用室裡 它就可以在這裡做瑜伽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外面的櫃 這個櫃也是很大的櫃 它開了一些櫃櫃之後 就可以在外面做瑜伽 站遠一點看看這些高身櫃 會看到櫃的線條很一致 視覺上也有引導性的作用 將人帶進廚房 原則的廚房、工人房和儲物室 是分開的 比例不理想 加上以往工人回房的路線 都比較迂迴 需要經過廚房 再走進儲物室 才去到工人房 由於護主喜歡下廚和現請朋友 所以設計師決定重新劃分這個空間 令整體空間更貴一實用 它以前的廚房很小 工人房很大 工人房也很大 這間這麼大的屋 廚房沒理由這麼小 所以我們把它改變了 將廚房放大 將廚房和廚房二合一座 以及工人房也可以退後一點 不需要太大 我看到這個位置的設計也挺特別 其實我們的設計 這次加入了海岸 為甚麼要加入海岸 其實可以讓護主和客人 可以多點互動 如果他在煮食的時候 他的朋友可以坐在那裡吃東西 很近很多 又可以早餐或啤酒 都可以利用海岸來做 所以不用這麼主要 經常在飯廳裡吃東西 在新的設計之下 廚房有更多的儲物空間 設計師將焗爐、雪櫃 和高薪櫃等家電重新組合 而這裡更加有一個隱藏的儲物室 用來收納開門七件事 柴米又驗張粗茶 令這些調味料不會凌亂地放出來 廚房看上去更加整齊 另外,設計師也將廚房的功能 伸延到外面 並且有序分類每個位置的用途 進去的飲食站 就會在廚房的外面 變成你將那個功能 不可以經常到廚房裡拿東西喝 所以你將它用的時候 不會乘搖得那麼厲害 大家要全部融入去做一點點事 如果簡單一點,你拿飲品 拿點東西吃 那時候你會在飲食站裡做了 所以廚房的功能 會保持比較大的 因為可以多些人去裡面 不需要有其他人 也需要進去的時候阻礙他們 這裡也做了一個酒櫃連桌的位置 方便護主在這裡開酒和放酒杯 原色有三間房 屬於主人房的一間,景觀較差 加上太近客廳,私隱度也相對低 所以設計師就決定 重新安排三間房的佈局 並且將單位交入 向山景的一間房 劃成主人房 這個護主 他希望他的房間是向山的 因為山的景色舒適很多 但那間房間 難怪是一間小的房間 所以我們把設計 設計改了 以及之前那間大房 還有一間小房 我們把這三間房變成 大家都要差不多尺寸 當然主人房 我們現在要搬到背向山那邊 主人房分了三個區域 分別是睡房、衣服間 和一個陶瓷 把窗戶變成一個舞台 好像用了一個窗戶 把窗戶放在一起 平時沒有樣子就關上它 用的時候,打開 你看到一個鏡頭 鏡頭之後 就是一間Hanson Heard的窗戶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因為是把Hanson Heard放在一起 其實很少的 多數都是分開的 設計師在全屋的窗戶 做了這款內床式八葉鏡的設計 原理就是把窗戶放在兩塊玻璃中間 又阻擋陽光之餘 更方便清潔 一般八葉鏡,如果你開了窗戶 會動一下動一下,會有風 而且擦時會很容易 我想大家很多時候都會用到很凹凸 因為八葉鏡是很薄的鋁片 如果你經常擦它,很容易擦 還有裡面的工具很容易斷 這個方法你無法碰到它 所有東西都在兩塊玻璃中間 變得更加安全和更加耐用 原則的走廊左右兩邊都是房間 感覺散亂 設計師重新規劃了通往房間的路線 Clifton原本提議分為兩條走廊 一條直接通往主人房 另一條就通往子女房 不過最後戶主想和子女更加親近 於是採納現在的走廊設計 製造更多一家人碰面和互動的機會 而現在的設計 由客廳直行就是主人房 轉個彎另一邊就是子女房 現在主人房和KCRL是分開 但是在旁邊的 因為是在旁邊的 現在新的設計 功能較為簡單,很直接的 進入房間就進入房間 我的孩子的房間就進入房間 我們這個設計 用了一個廣角的設計 你進來就會看到這個 曲線的層面 其實是層面 用了燈光效果 將這個繪圖突顯它的細節 你看到這邊 其實我們用了一個 Future Wall的Gathery 的感覺 為甚麼這樣做呢 因為日後 他們就會掛滿了這些 都是畫廊 整個感覺就更加突出 這條走廊一面暫時留白 等護主日後放自己喜歡的畫 另一面就用了木塘門 遮起子女的房間 其實那個設計的好處是 當有客人來的時候 將兩間房的門關起來之後 你走到這個走廊裡 你就只看到洗手間 因為所有的燈門 都是閃爪門 和是一個好像看不到的 因為是同一個顏色的 請客的時候 客人只走到洗手間 就不會進去那些房間 因為你已經關起來 就看不到那間房間 想單位設計 就是簡潔和整齊有序 要求看起來簡單 但真正要落實 有時就未必像想像中那麼容易 這次這個單位的改造 希望能夠為一些 對家居設計有要求的朋友 提供多一個參考 如果我真的想將一些很漂亮 或者很喜歡的模型 去展示出來 感覺上看到這個 就好像真的大堆頭一點 會比較雜軟一點 好像真的有空位 我們也會塞一件細的下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像一個儲物櫃一樣 多於一個顯示櫃 下一節設計送上門 記者和設計師回到房間 擁有超過300件玩具模型的家庭觀眾 Viu的家庭 從設計師的角度去看 Viu自己規劃的展示櫃 又有甚麼可以改善的地方呢 這次我們接到的個案 是一個有大量收藏品的單位 但玩具擺設的數量 已經超過300件 媒主去年特意做了一些大櫃 去放森頭號 不過在設計師眼中 這些展示方法 又有甚麼問題呢 你好,Anson 這次真的要找你幫忙 Sophie,坐吧 好 準備好了嗎 這次幫我們解決 戶主疑難的設計師Anson 擅長運用燈光、物料等 做出不同的視覺效果 同時他都非常重視 跟客戶的溝通 通過了解他的喜好和生活需要 從而提供 最適切的空間規劃方案 因為我很喜歡儲物櫃 你要有一個地方去展示它 如果你的玩具櫃 買回來放一個盒子 我覺得浪費了這件東西 我覺得要擺出來 自己跟一個裝修師傅說 我要有多厚、隔多厚 每一層都會放甚麼尺寸的模具 當初只跟他說要一個玻璃櫃 要能夠亮燈、發光、照得到模具 慢慢開始拆盒擺出來時 已經越擺越多都覺得不夠位置 沒有計算過數量的 純粹是打算做好櫃 因為我知道數量的高矮大概是多少 只可以跟他說高矮 這個展示櫃 無論是燈光設計 以至櫃的空間大小 雖然都是由家庭觀眾Viu去構思 在有限空間騰出櫃至儲物並不容易 如果要同時兼顧儲物和展示兩種功能 就更加是難上加難 針對Viu所做的展示櫃 設計師Anson的初步感覺又是怎樣呢 Anson,就這樣看照片 你覺得這幾組的展示櫃有甚麼問題 會比較集聯 因為如果我真的想將一些很漂亮 或者很喜歡的模具去展示出來 感覺上看到這個就好像大堆頭 會比較集聯 好像有空位也會放進一件小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像一個儲物櫃 比一個顯示櫃 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都可能放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就想看過去 可能在燈光或整齊上看起來 就不太一致 規劃的時候沒那麼想清楚 其實它就很隨心 護主特地做了兩個櫃 一個是放一些日本動漫的擺設 一個是放一些玩具模式 其實它是否不應該這樣分類呢 如果能夠分到它們的尺寸 即是沒有分種類 分尺寸才行 變成可以將它整齊一點的一面 就可以展示出來了 就這樣看照片 Anson也有不少意見 我們一於直接上單位 面對面和互主溝通 希望得出一個更好的設計方案 你好 這是Anson的護主Will 你好 你好 你進來再說吧 好 其實在照片上看 我覺得會比較亂 因為我們照片有專注的櫃 其實今天我到現場 是有不同的故事內容 他就想放在一起 Anson 你有說過 其實這些顯示櫃都很流行 就是這樣做LED燈帶 其實看到現在現場 他反而改裝了一些模型 甚至是層架用了不同燈 其實覺得效果會不會和LED很不同 哪一種又比較好一些 我想其實每個燈都有它的好處 其實模型之上 本身自己發光的 本身就是這個人物本身的燈 但是如果你說做得更好 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圍四邊 現在新出的LED燈比較薄 它可以燈打形式 其實也可以很均勻打落每一層 現在因為本身是兩層 所以它的燈光叫做合格 因為現在我們看上去 頂層比下面那層漂亮很多 那時Will有否想過 是做LED燈帶而不是用這個方法 已經盡量了 這塊是發光板 所以已經是從發光板發光下來 而且這塊透明兼發光板 已經透了一些光 再加上這塊發光板 盡了能力 到現場看 設計師Anson 還是覺得燈光不夠均勻 這個時候他還給了Will一個建議 上面是多做一點玻璃空間 當然把上面的儲物放在下面 家人也容易拿一點 是 這也可以有一個嘗試的方法 我覺得最漂亮的東西是放在眼層 放在中間是最漂亮的 所以我就選擇放在這個位置 如果我要再放高一點 我高頭望會不舒服 外面不舒服 而且如果下面放多了東西 就可以方便拿東西 因為現在我整個櫃要拿東西 所以我都要單體才拿得到 當然如果我們延遲這個是I-Level 去展示我們的公仔 這個最好 當然如果再做 我想可能我就要幫你想一想 一些結構上的東西 例如可以拉下來 然後接著就方便一些 有時候女士都可以容易拿 小朋友也容易拿一點 嘗試用一些五金 就可以把這個櫃改裝 他們似乎由不同的焦點去看問題 把鞋櫃連展示櫃空間 重新分配的做法 護主認為要以方便觀賞模型為先 設計師就認為 這個櫃除了展示用途 都應該要考慮 如何平衡方便日常取物 我們生活 我們不是真的一個玩具袍 或是一個展示櫃空間的場所 我們要同時生活 要做一個平衡 始終我覺得最漂亮的東西 要放在正中間 因為展示櫃空間 就是想放在中間 要展示給別人看 要放… 那個櫃不會改上下收納 其實我們人有選擇 最漂亮的東西就放在眼光 如果比較舊 或是那個未必有那麼重要性 就向高空發展 轉去另一個 專用來擺放日本動脈模型的展示櫃 看看集團的問題是否也一樣 River,我看到這裡的展示櫃 你也做了一些功夫 令感覺比較清晰 已經加了一個雅加力的透明膠架 可以落高一點,可以有層次感 這個展示櫃方法很聰明 因為你看到那一級櫃 就是不會因為前面而遮住後面的 但同時期間你會發現 其實那個架也會浪費空間 我們覺得如果可以 我們在走廊這邊 其實這個空間可以利用它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 把這些燈光的木色面 其實我們可以擦掉 做一個薄薄的色櫃 Will,你當初有沒有想過 在走廊這個位置做一個顯示櫃 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因為當時我還沒開始儲物櫃 是近幾年才有的 所以現在的顯示櫃越來越多 這幢牆應該可以收納到很多顯示櫃 除了模型擺位要注意 設計師也提到 好像Will這類有收藏習慣的護主 經過一段時間 收藏品也會越積越多 所以建議他們可以考慮定期替換展示品 儘量維持櫃內展示品的數量 以避免展品過多和過分劑壁 不過護主似乎不太認同這個做法 都沒有想過要換 因為工程很大 每次如果要換的話 現在放在這裡儘量都不會動 因為始終是一個模型 不是一件玩具 你不會用來把換的 你是一個模型 像個英俊般放在這裡 看完今集 設計師有幾個小提示給大家 在做展示櫃的時候加以留意 第一,要先清楚擺放物件的數量 每層櫃,最好只放一排的展示品 第二,如果展品數量持續增加 但單位的空間有限 可以考慮定期替換展示品 第三,要確保櫃內 要有平均光線打落模型擺設 可以考慮以LED燈帶為邊這個做法 如果大家在住的地方 有甚麼問題想改善 歡迎電郵給我們 我們會跟設計師親自上門 為你解決問題 健康 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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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